有关强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贩售的劣质猪油 全统箱猪油 食药署在公布下游业者问题的产品 从原来的136项新增到208项 共拖及了1247家的业者 而且下游厂商再增加到1012家 已经掌握的问题油品流向共有680亿公顿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不合格件数逐渐减少 经过了这几天 那这个问题的油品数呢 已经集聚的已经逐渐的这个清茶完毕 可以看到从782顿 现在已经降低到这个101顿 清茶中的油品的数量 根据食药署资料显示 截至9月8号下午2点为止 总共扫荡食品工厂夜市摊贩 供饮料场所以及贩卖场所等等 共有6572次 其中新增的1012下游厂商 多数都是业者自行通报跟评管 差不多再过两天就能查完 所以从136个品项 已经到达现在208个品项 所以这个有大幅的增加 那显现我们的业者呢 自主评管自行通报的量 已经在增加当中 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的业者 赶快如果有使用到 全桶香猪油跟 合酱香猪油的业者 赶快来通报 卫生福利部上午公布 检验劣值猪油结果 强贯公司市售的全桶香猪油 符合标准 但是由于原料来源是回收废油 食安法律不容 相关制品都要下架 巡政院长将一话重申 针对违法食品厂一定要严办重罚 让民众来安心 民众对新增品项有相关疑问 可以到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 猎植株油事件专区 来查询相关讯息 接下来传八杂克特别是采访报道